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众所周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而大部分现代社会也是按照三角形来设立的 不管如何颠倒,都有一段尖,对应面有无数人给它托底 而这个三角形最妙的地方就是,哪怕你最下一级的人数有所减少 那么次下级则会自然滑落到底层,并不影响上层阶级的稳定性 这就证明了,之前很多人不是喊着说苦难到我为止吗 哪怕穷人不生,这个社会还是会稳定的运行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之前自我感觉不错的中产阶级会滑落,一层层消耗 而那些富贵阶层的大家族开枝散叶后,也会有混得不好的沦为底层 没有暗讽刘备卖草鞋的意思 毕竟中华五千年历史,贫穷的人是很少能留下后代的 到现在流行一夫一妻,才有了是个人都能有子嗣的幻想 但是随着社会回旋越来越靠近封建社会 很多人也是一夜梦醒,自动决定不婚,摆明着就是说自己认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真是不假 越努力越辛酸的前车之鉴摆在那,有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所以这几天,一则名为再见了广东的标题上了热搜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响应 超过六百万年轻人,在家待业,青年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哎,就说这个数据跟咱们之前报的有没有对着,那些叫板的呢,出了溜溜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招工就业环境差 要么是薪水低,要么是人才匹配度不够 从而带来的是经济倒退,犯罪率飙升 无数前来打工的异乡人,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 原本喧闹的城中村,现在安安静静,到处是空荡招租的店铺 广州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缩友 之前啊,中国总说,不靠着制造业也能过得挺好 但是眼看着世界工厂的名号拿下去,经济咔嚓就断了腿了 嘴硬,手腕却不硬 对于这种现象,舆论分成了两派 一边是说,逃离城市的结果,就是你的子女最终还要走一遍你的老路 赖在北上广深,好过回老家 因为过去你还有块地,现在却连地也没得重 而这条路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就比如隔壁日本 经济泡沫后为了重建,资源会倾向于特大城市 但这个观点很快就被驳斥,因为中国跟人家体制不一样 在日本找不到工作的你,窝居在城市的鸡脚嘎拉,没人会去管你 而中国,大批失业外来人口聚集在大城市 是要被各地的驻地办事处捕捉,然后妥妥的以盲流的名义扭送回原籍的 哪有这么多自由 大城市容不下灵魂,小城市容不下肉身,看来只有立地成佛了 这不,杭州一个外卖员五十多岁,是当地有名的跑单王 一天工作十六到十八个小时,被发现倒在路边是了无生气 他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可他却不知道,他的不眠不休在卷着自己 也卷着跟他一样的外卖员们,让劳动力的价值一步步被压榨,到渣都不剩 更戏谑的是,不论他们一天干多少小时,算法会把他们的收入固定好 对应在城市的平均时薪,三五千克也再高了难度陡增 普通人为了一碗饭可以多卑微,在陷入困境时,那冲冠一怒就有多爆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各类社会案件层出不穷 韩山县银行保安,因为行长觉得他年龄大,结果现身说法表示自己还可以 一换一结束了行长 而这俩人之前就有过节,行长辞退了这保安一次 因为觉得这活谁来都行,不一定得是他 可他却不知道断人财路的危害,尤其是中年光棍,无牵无挂的,那真是无债一真情 所以这也侧面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天天催着大家结婚找个另一半 很明显证明了婚姻制度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和支持,完全不如牵绊和头疼多 你看看,坏透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把话都说明白了,早让大家放弃幻想,其实也挺好的 这不前两天咱说这个新的住房养老金出台,是换了旗号的房产税 住建部还在那白手说不是,你就不如人家滨海新居,那叫一个坦诚 人家在新的房屋养老金管理办法里,白纸黑字的写了 说你们交的这个钱是跑不了的,是不能免去的,否则影响你们卖房子和过户 而国家有资金补助到公共账户是不假 但那个只负责房屋检测和办事人员的薪酬 具体要修房子还是你们自己掏钱,国家一分不给的 你看看,这不就清晰明了了吗,不还是奔着给黄金国戚解决工作去的 哪是为了老百姓好啊 之前国内的红十字会也是这样,一看账本,钱都划去给工作人员的开支了 其他的善款你得靠自己的劳动去换 至于怎么劳动的,前两天咱也报道过了,多畜生啊 这种做法说是可以利空老房子,为了督促人们买新房 但是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就等着回头交易量断崖下跌吧 毕竟人民的小心脏太脆弱,实在经不起这些折腾了 而缺钱两个字印在各地政府脑门上,已经成了躲不过去的标签,索性也就不装了 这不,最近三个部门发通知,称允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 这一消息可被一时激起千层了,很多人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可以足不出国门接受到高精尖的治疗 但更多人觉得这事儿跟普通人没什么关系 反而会因为大量医生的流逝,导致医保失去了原来的力度 而这事儿更妙的是,现在中国已经名声在外了,一般人不敢来开店 生怕给自救搭进去,钱拿不出来 也就关老爷的家属们干汤这汤浑水 回头一看,外资公司老板都是华裔,爹妈还在担任要职 你信他们是打算治病救人,不过是另一个吸血的营生 毕竟中国的很多事儿,你按照常理推,多把是推不出头绪的 但是按照反方向推,那一定成功 就像前两天咱说,河北那个倒霉蛋大哥,恰好压过被前车别倒的骑行男孩 不负责任的爹没责任,别倒他的人没责任 这大哥作为完美受害者却被批捕了 不合情不合理,但是可以转移矛盾,并且吸引全国人民的眼球 明明保险公司赔钱就可以,硬要把司机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这个时代哪有什么公理王法呀 所以这也说明了作为普通人,不知道不公义什么时候会降临 就没事儿不要为当权者喝彩 这不之前有名的自干武卢克文,前两天为了儿子上学的事儿在网上求助 这两天又说今年他们终于开始遭报应了 再次证明了在中国,你只要有钉就不愁能找到挨板子的地方 当小粉红是没有未来的,逃不出三角形的魔咒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大批打工人离开广东,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而天津摆明了表示房屋养老金是为了解决权贵工作的,住建部为啥要说谎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感官,下期再见,拜了个拜